接着我们做题目 做这个题目的目的 是要让你清楚 你到底在算谁 就是我以前 巴黎教的算什么 带什么 以后才清楚 你到底要算了什么东西 要塞什么东西进去 然后不要搞错 不要搞错 要算假的电阻 你又带你的电流 比你的电压 乱做一通 所以这个目的让你进来 在做什么 第一个我这样子量到谁的电子 请问你 你这样做是量到谁的电压 R1的电压 量到谁的电流 总电流 可是这是串联 对不对 串联总电流跟分电流 一样 所以 总电流就是R1电流 就是R2电流 那么 那么 你用的是R1的电压 用的是R1的电流 算是谁的电子 R1的电阻嘛 所以 你这样做算是R1的电阻 改成这样子呢 这样子你量到谁 你量到谁的电压 R3跟R4串联的电压 你量到谁的电流 总电流 总电流 串联的总电流 OK吗 所以你带的是串联总电流 量的是串联总电压 那算是什么东西 串联的总电阻嘛 所以就是R3R4串联的总电阻 等一下后面有公式 会告诉你 如果是电阻串联 公式上怎么算 那以后再说 现在就告诉你说 我这样的做法就是串联的电阻 那以后就是要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算串联的电阻 你就要带串联电压 就要串联电流 要知道算什么 带什么 知道人家到底要带什么东西进去 我讲过这是做这个题目的目的 让你搞清楚 你到底在做什么 如果这样 你要是谁的电压 R5跟R6并联的电压嘛 那并联的电压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表示R5电压 R6电压跟并联电压是一样 我们前面交过了 并联的时候 总电压跟分电压相同 那你知道谁的电流 总电流嘛 并联总电流嘛 所以你用的是并联总电流 用的是并联总电压算算什么 并联总电阻嘛 并联总电阻 假如我现在把那个安排器放到R5呢 变什么东西 你量的电压就是总电压 总电压跟分电压一样 所以R5电压等于R6电压等于并联总电压 那两个是R5电流 所以算是谁电阻 R5的电阻 R5的电阻 又回到我刚才跟你讲的 以后要带公式算的时候 就考虑出你到底带谁进去 带什么样的电压 带什么样的电流 带哪一个地方进去 你才算出你要求的答案 那这样做出来是R5R6并联的总电阻 总电阻 也是一样以后有公式告诉你并联电阻怎么算 OK 以后有公式来这里 这样怎么回事 你要谁的电压 是R8R9并联之后再去串联R7 就是并联之后再串联的总电阻 那你算算谁的电流 就总电流嘛 总电流会等于分电流 相加就是R8R9加起来会等于那个安培嘛 等于那个安培 那所以这样是总电流 那你算的 你带的是这个整块的总电压 带的是这整块的总电流 所以算是整块的总电阻 就是R8R9并联之后再去串 我们的R7 再加这个R7 那如果你现在把伏特器指去量R7呢 那就跟刚才一样嘛 你量的就是R7的电流 要串在一块 所以总电流就等于R7电流 然后你算的是R7的电阻 算的是R7的电阻 这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做这个题目的目的 要你搞清楚 搞清楚 你到底在算什么 要求的是哪一块 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简单的基本概念的建立 让你以后知道 你该带什么东西进去 OK 好 那么简单带 就是简单带 我有一个1.5伏特 出来的时候是0.5安培 电流多少 就简单 就最简单的题目 直接带公司R等于 iPhone V 带进去就好了 电流多少 0.5安培 电流多少 1.5伏特 最串多少 3欧姆 简单 下一个各位练习的也一样 也是一样直接带就好了 但是有一点小变化 有一点小变化 它让你求电流 我是2欧姆 然后我有两个电池 然后让你求电流 还是一样直接带公司R等于 iPhone V 然后呢 但是有一点小变化 然后请问你这样的话 我的电流系多变了 来 可爱大帅哥 32号有吗 有 3 2 多少 5 4 3 2 1 这很快算完了 多少啦 有人在报答案3啊 有人在报答案3啊 有人在报3啊 请坐 这里的小变化就是 没有直接告诉我电压 他给我的是两个1.5伏特串联 所以你要回到过去 知道串联总电压等于分电压相加 所以这样的总电压是3.0伏特 你用的是总电压 电阻是2欧亩 所以算出来电流叫做1.5伏安培 2分1.5安培 就这样子 所以跟刚才一样 直接带公司就好了 这一简单的提醒 但是有点小变化 没有告诉我电压 你要用以前的公司找出我的总电压 这又是我们的简单小练习 可以吗 可以 可以